郁亮总监 郁亮总监 上一任反弹局长陈海倒下了 这一任的反弹局长侯亮平 又倒下了 你不觉得 这有些蹊跷吗 会不会是 有人在对侯亮平动手脚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转而异想 这个侯亮平的腐败 绝不是在他上任后的三个月里 是早就发生了 早在五年前就发生了 这个蔡成功原以为侯亮平会保护他 但是依然看着没法保护他 这心里不平衡就不干了 你的意思是 侯亮平早就腐败了 是个资深的腐败分子 对吗 我说的只是一个事实 至于最后定案 还得看证据 好 明阳同志 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吧 我是这么考虑的 少师姐 是不是暂时把侯亮平 从县岗外上拿下来 你知道 他现在正在办116大案 而该案的主要嫌疑人丁一珍 和他还有生意上的往来 这怎么可以 你的意见我明白了 让我再想想 起码这116大案 不能让侯亮平再继续办下去了 万一真出什么意外 现在我们没法向党和人民交代 必须交停 让萧刚宇这样可靠的同志上 你看呢 就萧刚宇可靠 那生检察长 纪伤明同志就不可靠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白秘书 沙主席 马上联系纪伤明同志 有事找他 好 沙主席 那我就回去了 老肖还在等我呢 好 回去吧 回亮平这事 还是要慎重 多和纪伤明同志商量 好的 我们商量之后 会及时向你汇报的 还有 请萧刚宇同志 尽快向我做个汇报 好的 那我先走了 不过说真的 赵立春书记 对我真是有知遇之 可以说没有他 就没有后来的我 我听说赵书记 是在一次省军区的 年度总结报告中 发现你这个笔杆子的 什么笔杆子 我那会儿 闲着没事就喜欢 瞎写点文章 结果就被赵书记看见了 当时就决定 要让我到他身边 当那个文字秘书 后来又听说 我当过侦察参谋 就改了主意 去让我做他的警卫秘书 然后就赵书记到哪儿 我就跟到哪儿 贴身保卫 当然有时候赶上临时救急 写个什么东西 我也能顶上用场 那几年真是春风得意啊 你跟了赵书记六年 就从一个副营级的转业军人 破格提升 提升到副厅级的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兼秘书处处长 那年才三十六七岁吧 三十六岁 公安生日第三天 我接到的人名 可以这么说 在当时整个汉东全省 听狙击干嘛 我是最年轻人 之一 比不上你啊 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还是一个副处级的侦察员 连副处长都不是呢 侯局长 莫尔良心说 你前途无量 真的 再说了 什么官大官小 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 说得真好 你看 刘总觉悟多高 这种套话 刘总说习惯了吧 我说的是真心话 喂 记检查账 我是白秘书 白处长 刹书记找你 您稍等啊 好 刘总 好 我就来跟你说说真心话 你觉得赵书记对你有之欲之恩 之后 你就一直想报答赵书记 没错吧 没错 一个不懂感恩的人那还叫人吗 尤其是你 军人家庭出身 报恩的情节更重要 什么出身 不都应该懂得报恩吗 难道我要成李达康啊 李达康书记怎么了 糟了 小人 不仗义没劲 用赵书记讲的话就是 此人未不熟 我都懒得说 你呢 你是太仗义了 为了报恩 甚至不怕掉到污水坑里 你说你 自从当了汉东油气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之后 你都做过些什么 沙书记 这个时候让侯乐阳平停下来合适吗 到了审讯的关键时候 马上就要突破了 张敏同志 不能收人一饼 该停就得停 先停下来再说 是不是让侯乐阳平停止审讯 网友 会儿 沙卫金书记既然有指示 你从那个时候起 就丢失了灵魂 丢在了错误的报恩思想上 你把党组织对你的培养 看成了某一个人对你的恩情 你把汉东省委当成了梁山中义堂 把赵立春当成了中义堂堂主 你把汉东油气集团这么大的国营企业 当成了赵家的提款机 亮平同志 停止审讯吧 来 是高书记啊 老机他 他不在 他刚出去 刘兴建的审讯 老机让停止了 老林 你马上找他几床名 让他到我省委办公室来一趟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量 好好 高书记 我这就去找 队里询经的审讯已经停止了 这个吼亮平真够疯狂的 你也知道 晚一步全盘结束 是 大董 你在部队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啊 既然有今天你就认真对待 你是军人出身 又受过多年党的教育 这基本的觉悟 应该还是有的吧 陆处长提的十个问题 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地回答 不想说啊 讲哥们一起是吧 哥们一起害死人了 我告诉你 你在讲哥们一起 可你那些哥们 一个个都盼着你死 你相信吗 不相信 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地拘捕了你 你现在连命都没了 你知道吗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呢 是的 警察长 你都看见了 现在情况很好 流星件有需要被我突破 我建议 再坚持一下 警察长 就一个小时好不好 不行 半个小时 只能给你们半个小时 这 这是出了什么事吗 不该知道的事情你就不要问 记住 只给你们半个小时 老李 我现在就去见高一辆书记 这儿交给你掌握 半个小时之后 让侯亮平停止审讯 到我办公室等候 你跟高书记多聊半个小时 不就不能这么想 半个小时就是半小时 这是命令 好 那我就不说了 柳总 是不是还在做梦呢 梦想着去非洲和丁义珍 一起开金矿 你难道没想过 这会是个陷阱吗 好 我让你看看 丁义珍在非洲的真实情况 这是我们追逃小组从非洲发回来的 丁义珍出逃非洲某国一个月之内 他买了那个集装箱和枪支之后 还是遭遇抢劫 那具尸体 是丁义珍的同伙 一个比丁义珍早三年出逃的国企老板 你如果早点去那儿 说不定还能赶上这场枪战呢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什么吗 丁义珍如果没有死在非洲那么恶劣的情况下 那是他走运 他未来最幸福的生活 就是应该和你在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重新做人 wenn 要死去 他没办到 是 他肯定кая 他一定会的 他想拨抢 他怎么会的 我应该ään 你不是要帮他 你马上到盛检察院 监督执行 要确保侯亮平 停止对刘星剑的审讯 好的 另外 你准备一份详细的资料 我准备向沙瑞金直接汇报 我马上去吧 小艾玛 我是老季啊 你好 你好 在家呢吧 我跟你说个事啊 亮平 亮平 被人失明举报了 省委决定让他停职反省 接受调查 你说什么 亮平被人举报了 还停职了 遇到这样的事 要冷静 沉住气 首先 我们要相信党 相信组织 你了解我 也要相信我这个亮平的 直接领导人吗 三个月前亮平在北京 还是一位优秀的侦察处长 怎么到你们汉东 当了三个月的反贪局长 查个116的案子 就出问题了 对了 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叫 齐同伟的公安厅长举报的呀 不 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他 但具体是谁举报的 我不能告诉你 请你理解 本来组织上已经安排我 参加汉东的巡视组 那以这个情况看来 我现在还得回避了是吧 小艾 这个问题 你应该请示你们的领导啊 我说老季啊 你们有些人 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小艾啊 不管别人心中有没有鬼 我们要做到自己心中没有鬼 我还是那句话 要相信他 相信组织 小艾啊 我觉得这三个月啊 亮平在汉东工作非常紧张 日没夜的 身体啊 非常的疲惫 现在一让他停止工作呀 反而可以让他休息休息 睡睡觉 调理调理身体 是啊 这就相当于说 前方正在打仗 你却偏让他撤下来睡觉 你说他睡得着吗 睡不着也得睡呀 好了 我还有事 就说到这儿吧 小艾 有什么事 随时跟我打电话 慢点 老熙啊 告诉我 这个时候让你过来 实在是迫不得已啊 出现了紧急情况 我知道 霍亮平被人举报了 太出乎意料了 告诉我是措手不接 廖总 你不会天真地以为 我们问你的那些问题 是凭空异想出来的吗 没有任何线索 没有一点根据 我们能把你请到这儿来吗 你可以不说 那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对你和汉东 油气集团的调查 全面铺开了 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 也许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发现 你就算一句话不说 我们最终 也会领口供定你的罪 但是我要告诉你 如果我们领口供定了你的罪 你就失去了一个 量刑时从轻的机会 刘总啊 你出生在红色家庭 家里的先辈 有的人为了国家独立 为了民族的解放 流血牺牲 有的人视金钱为粪土 捐献出所有的资产支持革命 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 可你呢 仅仅是为了报 某一个人个人的恩情 就去挖新中国的墙角 刘总 你本质上不是一个贪婪的人 可你呢 仅仅是为了报 我相信你在背诵共产党宣言的时候 是真心实意的 你的主观并不想成为 党和人民的害群之马 但是 你没有抵挡住一己私欲 你看看你现在 背叛誓言 背叛信仰 背叛人民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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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您好 请您登个计 邱先生 审讯还没结束 您不能进去 审的谁啊 留信件吧 邱先生 您知道我们是的规定 我不能说 谁审的能说吧 是林副检察长 给老林打电话 喂 老林啊 我萧刚喻 萧检察长 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我还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你现在会客室等一下 你审的谁啊 留信件吧 哪儿来的留信件啊 留信件老记让抓的 我正在审一个独职侵权的案子 马上就完事了 马上 柯总统 您的心情我理解 侯两平是你的部下 那也是我的学生吗 这么说吧 她是迄今为止 我最引以为荣的学生 她做你的部下 只有三个月 做我的学生的 整整四年 我知道侯两平是您的学生 所以您比我更了解他 您真的相信 这个让您引以为荣的学生 咱们检察院反弹局长侯亮平 会受惠 蔡正空对侯亮平的举报 那不是空穴来风啊 是有事实根据的 而且是经过市检察院 肖刚允同志亲自审核的 高书记 您的电话 老乡 您说 老乡 你说 高书记 审讯指挥中心我进不去啊 您问一下老机 现在火两瓶在哪 那这个林副检察长审的是谁 我知道了 老机啊 面对这样的事实 我们该怎么办呢 能手软吗 不能 就是挥泪斩马素也得斩呢 你想想看 侯亮平面对李大康的老婆 欧阳京 是怎么做的 铁面无私 他铁面无私 也是向您这位老师学习 您就是一位 懂政治规矩的领导干部 就是要讲政治规矩 要懂得原则 对吧 对了 这个侯亮平 现在在干什么呢 他能干什么呀 撤下来了 这会儿也许再返回 检察院的路上吧 好吧 我说 为了替员工谋福利 从二零零年五月开始 我就通知财务 把账上的 暂时用不到的闲置资金 给了很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 做过桥贷款 共赚的利息是六千多万 除了给了一些企业员工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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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一些高瓦豆色的 肖检察长 目标没出来 估计他们的审讯还没有结束 你们是不是来晚了 没有没有 肖检察长 我们在这儿等了都快一个小时了 好 我知道了 任何说 高书记 他们撒谎 我的人在看扰所 看了一个小时了 胡亮萨和陆一克 根本没出来 我知道了 别说了 程铭同志 你是政法战线的老同志了 思想敏锐有原则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是很讲党性的 高书记 您别说了 我听着像是要跟我指道词 您有什么话直说吗 那好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有把侯良平撤下来 你明知道他有问题 很可能涉嫌犯罪 出了事这谁负责 沙书记跟你打过招呼 你还让他带病在岗 这沙书记没跟你打过招呼 说实话 我就怕你下不了手 所以当面向沙书记 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 高书记 我真不知道您这番话从何说起 接到沙书记电话之后 我立即停止了侯良平的工作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到现在侯良平 还没从看守所出来 不可能 他两天两夜没休息呢 这会儿会不会在看守所的 休息室里大堆睡着了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 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 肯定是睡着了 老机啊 在大是大非面前 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啊 高书记 您这么盯着我 我就是想糊涂也糊涂不了啊 那好 老肖 我现在负责任地告诉你 侯良平 已经被季昌明检察长撤下来了 对 现在很可能 在看守所休息呢 你们不要着急 就在那儿等着 报告您 是不是肖刚愈 堵在看守所门口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们省委做个决定 我来执行 把侯良平关进监狱 你这叫什么话 能不能冷静一点 小丁妈 去 进看守所 不管侯良平干什么 把他找出来 肖检察长 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办手续 暂时还进不了看守所 你 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 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 他侯良平算什么呀 什么都不是 自从来了汉东 当了反弹局局长 他慢慢就变了 权力会改变人的 高书记 蔡成功是什么人我了解 我绝不会相信他的举报 而且侯良平 刚来咱们汉东 还不到三个月呢 那就让我们调查清楚了 如果没有问题 还他一个清白吗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现在立案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您要坚持 那好 那就把我们彼此的意见 上报省委 请沙书记做出决定 另外我也要告诉您高书记 关于侯良平的事情 我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 做出详细报告 可以 侯良平已经做过这种孤沉了 只怕这次我们也要做一回 不管我们内心有多痛苦 我实话告诉你 现在我这颗心呢 就一阵阵交通 您这种心情我理解 可以说现在我们彼此的心情 是一样的 所以我请求您高书记 在侯良平这件事上 您一定要慎住 老杰啊老杰 你不像位检察长 倒像是个护窝子的老母鸡啊 所以您这么说吧 我何尝不想保护侯良平呢 行 我同意你的说法 先停他的职 等调查清楚了以后 我们再做处理 你看怎么样 我同意 另外高书记 侯良平的事情 我一定要参与 当然要参与了 而且要管 你不管呢 我还不放金呢 好 高书记 那么我请您转告小岗宇同志 让他摆正为止 侯良平的情况随时 要向我汇报 好 我记长命还没退休呢 我会为党 正好最后一半个 老杰啊 不要有任何情绪 再说了 你也是肖刚宇同志的老领导了 对老肖 你还不了解吗 我对他太了解了 好 高书记 那先这样 好 好 澳门赌博的事 其实你们都清楚了 是 我是输了八百多万 可那不是我自己要去的 是一家公司非拉着我去的 而且 输的钱也不是我们公司的 大部分都是那家公司 就这些 别的我没什么好说 好 静止水去 老林啊 终于是水来了 老肖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还不是因为你们那个 反探局长侯亮平吗 出事了 侯亮平出事了 这不大可能吧 这时候有什么不可能的 那人呢 可能在什么地方休息吧 这两天啊他忙坏了 这太奇怪了 这样的情况从来没发生过 不管有什么情况发生 一定要挺住 刘新健的案子 你一定要负责倒地 今天还不错 他已经可以正视自己的问题了 如果刚才 再能坚持那么一小伙 也许他就能把赵家的事情 给交代了 是啊 现在要防止 有人给他通通报信 你让赵东来 密切坚持刘新健 任何和他接触的人 都要有记录 明白 还是问问检察长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 不用了 两天没好好休息了 先休息吧 喂 狗乔 你学问什么呢 侯亮平的人不在这儿了 我知道 我们是检察院的人 在看守所门口盯着他呢 可他没出来啊 所以我就很奇怪了 对了 老肖 你们是检察院 对侯亮平立案了 难道没有 省院都没立案 我们能立案吗 但是我呀 怕他畏罪潜逃 你知道吧 他那个同伙丁一针 不已经畏罪潜逃了吗 他在潜逃怎么办呢 什么 他都成了丁一针的同伙了 你看 我也不相信 可偏偏这就是事实 我给你负责了 我已经做了 他 出面了 你看 你负责了 我帮你负责了 我帮你负责了 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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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刘新健什么情况 你怎么对刘新健这么关心啊 我关心他干什么 现在侯亮平涉嫌腐败 我担心他把案子审坏了 一般啊 重要的审讯 纪检察长 都亲自在这纸盒中心盯着 谁也不能乱来 行了 老乔 你回去了 我们也快下班了 好 大家收拾收拾 下班吧 来来来 刘新健这有没有突破呀 这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得问纪检这张 你这张嘴真是密不透风的 走了 好 我们送了啊 小艾 你消息够灵通的呀 我被停止反省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倒先知道了 你顺风耳你 侯亮平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呢 你这回麻烦大了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人家不都明说了吗 想弄死我的人啊 不下一胆 所以啊 你可千万别轻敌 人家能让你一个反贪局长听职 说明人家手里有东西 至于是什么东西 你自己真得好好想想 我在想呢 这估计啊 和蔡晨公有关 就是你那个发小对吧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少跟她啰嗦 贪腐的口子 通常就是从这种发小 同学老朋友那儿打开的 小艾啊都这个时候了 能不能别再对我进行廉政教育呢 你知道的 我不可能收她东西的 你怎么没收过呀 你收了她一瓶茅台 我当时就批评你们来着 你还记不记得 我说钟主任哪 组织上总不会因为这一瓶茅台酒 和咱们儿子那几个溜溜球 就让我停止反省吧 那人家要说你收了她好几箱呢 或者人家说你收了她钱呢 行了 行了 别再为这事烦我了 我不是跟你添乱 我呀 是怕有人拿蔡晨公跟你做局 这还有你提醒吗 我早就想到了 我刚到汉东的时候 他们就有个说法 我若是让他们一部分人 先哭起来 他们肯定会让我的哭响很难看 现在陈海还躺在医院里 案子还没破 你要是再让人给装进去 不只是对不起我和儿子 你也对不起你这位老同学 老婆 我要是破不了这个局 我提头来见 行了吧 你有几个头 实在不行 你就去找陈炎实惠吧 必要的时候 他能直接向沙日金书记反映 好 我知道 嗯 老魏停车 停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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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三分的 跟踪我干嘛 陆处长 我们不是在跟你 是在跟侯局长 这是我们肖检察长的指示 检察长 京州市医院的肖检察长 派两警车跟踪我们 侯局长到底犯什么事了 京州市医院是不是已经立案了 你是否已经批准省员党总监委会 在侯局长采取措施了 检察长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如果没有批准的话 就叫他们滚蛋 还让不让又活了 行的 少说两句 行 老乡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临时采取的防范措施嘛 这能怎么回事 你也应该知道 侯亮平他们办案 两天两夜都没睡觉了 关于他的问题现在没有立案 你这么做 不太合适吧 对 是不是有点伤人呢 都是工作嘛 你做不了 行 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败正位置 旅顺关系 我们省院和你们市医院 是上下级关系 何亮平 是省检察院 当组成员反谈局局长 不管他 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也不管你拿的是谁的上方保险 事先总得跟我这检察长大声招呼吧 老姬 程序我是懂的 我这不向您汇报来了吗 材料我都带来了 来 您看 老队长 我回去就要跟检察长说 我参与对你的调查 不能让肖刚喻 还有静牛市医院那几个人 自说自话 你胡说什么呢 你好好办刘新健的案子 不要分心 那你怎么办 就让他们挖坑给埋了 谁也埋不了我 真的假不了 假得真不了 我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母 他们这么做我 恰巧说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他们 肖刚义会是他们吗 谁知道呢 这个人对我那么感兴趣 反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 停职的时候我有的是时间 我倒要好好研究研究他 不行 他们太过分了 我得向咱们主管领导 好好反应反应 你别去找他 你觉得肖刚喻 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刚喻良书记 我小姨父 你想想吧 咱们的吴法官 为什么那么讨厌你的小姨父 总说他是笑面虎 你以为是心理不平衡 发牢骚还是更年轻 你回去跟你妈好好聊聊 恐怕就知道没这么简单了 看来我真不是一个笑声闺女 是该回去跟我们法官 好好谈谈了 你这个当女儿的 是该好好关心关心你妈的喜怒哀乐 咱们这位法官同志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讨厌自己的一位亲戚 而且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省政法委书记 这个侯亮平呢我不太了解 非亲非故也无冤无仇 我对她呢完全是公事公办 蔡成功向我愿实名举报 其他证据正在查识中 但是四十万新贵款 这已经证据确凿了 等等呢 你看这儿 这是民生银行的转名评证 这是负金件 老季啊 实名举报 还有银行凭证 这就可以立案了 老季啊 你越过我和省院 直接找到了省政法委书记 高宇良同志汇报的这件事 是不是 当时情况紧急 是是 那我也告诉你 我和高书记研究之后 认为侯亮平同志的问题 暂不立案 停止反省 不不 老季 是停止审查呀 还是停止反省啊 停止反省 由我们省检察院 吕良同志和你牵头 成立一个调查组 先把基本的事实调查清楚 再经我们省检察院 党组慎重研究 并报请省委批准后 再做下一步决定 老季啊 中间环节太多 不利于办案哪 丁一真这个案件 这就是教训哪 丁一真和侯亮平有什么关系 还教训 教训是没有 你看 你仔细看看 这是工商登记表 丁一真和侯亮平 合伙办公司了 侯亮平能和他们合伙开公司 我不信 这纯属是笑话嘛 我也觉得是国际玩笑啊 堂堂反弹局长 和一个逃到国外的 大命顶得的腐败分子 合伙做煤炭声音 好 侯局长 纪检察长在办公室等你呢 李组长 我要求参加 陆组长 你没什么事了 快回去休息吧 对啊 回去休息吧 养精蓄锐 刘新建那边 交给你了 侯局长 侯亮平 金员 Bar 2 2 4